我们想跟各位介绍第二章第五节 所谓的small strength 我们这边呢就是很明确的告诉各位 如果真的是在小应变的状况之下 小变形的状况之下 我们的应变 green strength应变张量 有没有什么可以简化的 首先各位看这一幕 我们先定义两个张量 一个叫做infinitesimal 就是这个infinitesimal指的就是很小的 infinitesimal tensor 指的就是很小的那个应变 infinitesimal strength tensor 还有第二个定义呢 我们Omega 我们把它叫rotation tensor 转动张量 那这两个定义很明确 EI接就等于二分之一的 UI,J加UJ,I 很明显 这个就是green strength tensor的前面那个部分 其实各位可以先猜到一件事 哦,有一个我忘了 我先把刚刚的作业跟各位说明一下 第一点,这是各位作业 第一题没有问题 第二题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第二题你们先依照我们给的位移场 算出来的应变账量是这个 这个很单纯 这个算在这个应变账量很单纯 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部分每个同学都对了 可是我们真正问的是 沿着XYD方向的单位长度变化量 也就是我问的是沿着这三个方向的这个值 有一部分同学 只算到这就停止了 问题是这个同学不止一个 我不知道中间你们有没有互相参考的问题 反正最后要算 我打个问号是指的 我们问的是这个 而这个的答案呢 有算的都是对的 第一个方向更好五减一 第二方更好五减一 第三个零 有算起来的 问题是有一部分没有算 这个被我打个问号扣四分 然后有一个同学答案都对了 可是我在你的作业上面看不出来 你这个怎么来的 你这个的细节没交代 所以扣了分数 那还是一样 这个的详细答案 我们已经公布在网络大学了 如果各位同学还有疑问的话 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个注意一下 那个有时候 你们要参考别的同学的习题 也先确定 你们参考的同学有没有做完整 所以我们这边先定义 一个叫Infinitesimal strength tensor 就是 也就是说无限小应变的张量 二分之一的UI 因为 因为 我们原来的应变张量 我们要变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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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我们要变张量 这个 也好 我们要变张量 这样 你 现在 所以 这是我们原来 Greenstrain应变张量的形式 那你知道 如果这个很小 就代表这些像都会很小 那这些像很小 这两个相成 这个我们就把 对Greenstrain来讲 这个我们就是叫做线性像 这个是相成 这是非线性像 如果这个很小 这个就很少 这个基本上 我们就知道 这两个相成的 一定远比这两个会小 也一定会远比这两个小 所以有的时候 很小的话 这个就可以忽略 那我们那一的定义的 基本来源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就可以看 那个一IJ 所谓的InfiniteTensorStrainTensor 指的就是 只考虑我的线性像 只有这两项 然后RotationTensor 第二个我们DefineOmegaIJ 大家看清楚 OmegaIJ二分之一的 你们仔细看 是UJ,I 减掉UI,J 记得是谁在前面 是OmegaIJ等于UJ,I 所以 我们刚刚写的E 事实上可以写成是谁在前面 可以写成是谁在前面 加上谁在前面 OmegaIJ等于二分之一的 仔细看上上面 你们看着这直一点 是UJ,I-UI,J 我们先定义这两个应变张量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一下 它的物理意义 它主要的物理意义都是在小变形的时候 就在弹性变形范围 那从上面这两个式子 你们马上就可以看到 我应变张 GreenStream应变里面的UJ,J UJ,I 还有UK,I UK,J 跟这个E和Omega的关系 这我们不再去讲 你们自己一看就知道 例如UK,J 很明显 就是等于这两个 E跟Omega的相加 还是相减 UK,J UJ 抱歉 是两个相减 就等于你们现在看的 会等于这些 我们再把这个 带到我们的GreenStream 所以会得到这一项 化解以后 会得到这个的结果 这个式子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EI,J 不会在正常来讲 EI,J 不会完全等于F9,I,J 他们中间插了这么一大堆 这一堆 其实 就是等于 UK,I 乘上UK,J 就是等于这一项 只是我们把它现在用E跟Omega来代替 那我们后面再看 那下面我们先解释 这个OmegaI,J的物理意义 我们先解释 这个我们先摆在一边 反正 前面这边只是告诉我们 我们定义了两个新的张量 它的定义很明确 只是我们不知道 这两个张量的物理意义等于什么 可是这两个张量 跟GreenStream Tensor Tensor的关系 就如这个式子所示 然后我们先检查 OmegaI,J的物理意义 我们先来 OmegaI,J叫 我们把它叫做PQ1 然后跟X1 走夹角是细打 它变形以后 PQ变到P信号 Q信号 我们让P点重叠 所以变形以后 它就转动 P信号 也就等于说 它会绕着 X属力转 这个线段 百安这样子 它变形一定 它一定会绕着 我们只考虑 它绕着X属力转 转动的结果 所以这个P信号 Q信号 在地面的投影 是P1 Q1信号 那跟这个夹角 是C打信号 所以如果 我问你一个问题 PQ这个线段 在变形的时候 绕着X属力轴 转动的角度多少 你们晓得 依照这个上面 很明显 就是C打信号 减掉C打 C打信号 减掉C打 就是PQ这个线段 绕着 在变形时候 绕着X属力轴 转动的角度 它不是只会绕X 它也有可能 绕着X1轴转动 也有绕着X度转 但是我们现在 只考虑 它绕着X属力轴 转动的角度 我在讲调 它不会只绕着 X属力轴转 只是我们现在 只考虑 它绕着X属力轴 转动的角度 所以等于 C打信号 减C打 然后这个转动的角度 我们定义一个Fight 这是小写的Fight Fight属力 这个属力代表着 绕X属力转动 所以Fight属力的定义 就是变形前的 一个微小线段 绕着X属力转动角度 C打信号减C打 然后如果我两边 取Tengin 我们就会得到 TenginFight属力 等于Tengin的 C打信号减C打 然后等号右边 依照三角函数的公式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Tengin的两个角度相正 可以写成这个结果 然后后面有一连串的 然后这里面 你们不要忘了 比如说以TenginC打来讲 回到前面的图看 TenginC打 不就是等于 那个DX1除上DX2 或者DX1除上DX2 那是变形前的 那TenginC打信号呢 当然就是等于 那个DX信号 变形后的DX1的结果 除上DX2 因此这些都等于 单位长度的变化的东西 所以 我们后面就不写了 因为证明不重要 重点是结论 所以 我们最后可以把 这个中间推导很多 我省掉一大段 因为意义不大 它最后可以得到 这个结果 这个也就代表 我角度 绕着X3轴 转动的角度的变化值 跟我E和我Epsilon之间的关系 等于这一大串 那你问我 Fi的处理多少 当然就是这个值 TenginC 但这不是什么好算的 就算我把E跟Omega 都告诉各位 你们也知道 这个还蛮啰嗦的 然后呢 我们刚刚讲 是一个线段 那如果说我是考虑到 在Local 一个体积 因为我们刚刚图上 这个图上PQ 它的投影 跟X1轴夹角是C打 但是呢 绕着这个P点 有无数多个线段 如果是一个体积的话 每个线段跟的夹角 就从C打 会从0到2拍 所以如果 如果我们问的是 一个体积 绕着X熟力轴 总共转动的角度 我们会得到这个的结果 我们Define叫大写 这个就是大写的Fi的熟力 记得这个Fi 跟上面不一样 上面都是小写 下面是大写 你们看上面下有各家一痕 这个大写的Fi 我们就定义成为 2拍分之一 然后呢 整个的Fi的熟力 从0到2拍 对细打的积分 这个大写的Fi的熟力 代表的是 当Local 一个无限小的Element 在变形的时候 绕着X熟力轴 转动的角度 整个物体转动的平均角度 确实等应 我们把这个Fi的值 从0到2拍积分 再除以2拍 变成一个平均值 很明显 哪怕 我这边给你的系数 1ω都知道 这个人不要忘了 我的Fi的熟力 还要take attention 做这个积分 不是什么好积的 这个不是什么好积的积分 这个是很明显的 但是如果是大变形 就是这样子算 这不借助电脑 是积不出来的 好 我们现在开始考虑 如果是小变形 现在考虑小变形了 那我们现在考虑小变形了 第一点我们就假设 这个Infinitesimal strain很小 Omega ij也很小 假定这两个值都圆小一 好消息是什么 这个下面分母 这些都是两个两个相成 所以这些通通 都一定比一小 所以分母就会变成1 因此 我们会得到 我的tangent5的熟力 现在简化成为 只剩下分子这一块 简化成为只剩下分子这一块 这是第一个 那这个的积分 就略为可能会简单一点 然后还是一样 因为这两个很小 这些值也非常小 那我们前面说过的 如果系大 圆小一 会等于系大 那tangent系大呢 也就会等于系大 因为tangent就这两个相除 所以我们的tangent5的熟力 也就大约会等于5的熟力 就变成这个结果 那我要把这个带到前面 去做积分 就容易得多 而且你们仔细看 这个5的熟力后面的那个相 等一下我们搞混 现在5的熟力就等于这一个 然后呢 然后呢 因为这一项里面 抱歉 前面 后面的这两项 一个有sine2系达 一个是cos2系达 其他的都是constant 可是 我们知道 从0到2拍 cos2系达或sine2系达积分 都是等于0 所以当我把 倒数第二项 这个fite熟力 带到我前面积分式的时候 后面这两项都不见了 在微小变形之下 因此 我们最后会得到 我大解的fite熟力 理论上是2拍分之1的 小解的fite熟力 对dc打了积分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小解的fite熟力 只剩下ω1 2 所以积完的结果 最后2拍2拍消掉 就只剩下ω1 2 所以这个就是 rotation tensor的物理意义 依照 我们这样子的定义 所定义出来的 ω1 2 在小变形的时候 因为你们不要忘 ω1 2 一看就知道是 anti-symmetric 所以它的对角线都是0 所以ω1 2 只有三个值 ω1 2 ω2 3 ω3 1 所以我们知道 ω1 2 在小变形的时候 就可以 把它当作 过4 都等于fite熟力 而fite熟力就是这个体积 绕到x熟力轴的转动角度 转动值 转动量 这就是ω1 2的定义 因此 为什么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我们可以把i接 抱歉是解 我们可以把i接 等于2分之1的 u接,i减 ui,j 这个是一个 anti-symmetric 矩阵 它对角线都是0 然后这边有 ω1 2 ω1 3 ω2 1 ω2 3 ω3 1 ω3 2 等等 那这是反对称 这两个是负为正负 这两个负为正负 这两个负为正负 那ω1 2 就对应 对fite熟力 对x熟力轴的转动角度 大家记得 ω2 3 是对fite x1轴的角度 ω3 1 是对应 第二个轴的转动角度 我要强调的是 你们要记得 它的值分别是 1 2 2 3 3 1 你不要乱选 你不要说 1 2 因为1 2等于2 1 所以 举例来讲 ω2 1 它不等于fite熟力 因为它差一个负荷 所以分别对应 x1 x2 x熟力轴的转动角度的 ω2 3 是对x1来讲 它是ω2 3 对x2轴来讲 这是特别要注意到 它的是ω3 1 不是ω3 3 是ω3 1 记得ω3跟ω3 3相反 是ω3 1 然后对x熟力轴的转动角度 就是ω1 2 这个就是 rotation tensor的物理意义 在小变形的时候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把这个张量定做 rotation tensor 因为它在大变形的时候 它跟fite熟力有关 但是不相等 小变形的时候 它就是等于我们 大写的fite熟力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rotation tensor的物理意义 然后从这边 我们现在再回过来 再来看 现在呢 已经造了rotation tensor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 EI 阶 怎么那式不见了 抱歉一下 我们现在再回来看 这个式子 这是Greenshot tensor 跟EI 阶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看 我们要分两个状况来看 这个很重要 好 现在假设 我们改I 阶跟EI 阶 都很小 而且这两个是同一个order 所以同一个order 就是比如说EI 阶 大小是10的负三次方 我们改I 阶 也是10的负三次方 人会讲 我为什么要强调 它是同order 因为有可能 EI 阶很小 Omega I 阶很小 但是 Omega I 阶跟EI 阶不是同一个order 你们回顾一下 我刚刚所说的 以前所说的 如果这是脖子的话 它的应变 这就是rotation 这rotation可能还蛮大的 因此 我刚才读得一个E或Omega小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式子里面 后面的这一些都会比EI 阶小 因为它都是两两相成 因此这个时候 我们得到了这个结果 Aption I 阶 大约等于EI 阶 我们先谈这句话的 这个式子的物理意义 这个物理意义是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 因为你们不要忘了 给我喂一场 我可以算这个 也可以算这个 但是我们的物理意义 是依据这个定义的 是 GreenStrand的Aption I 万 在小应变可以等于一万 GreenStrand的万兔 在这个时候等于二分之一的 干嘛一二 这是物理意义 也就是说我们是 GreenStrand Tensor 我们有定义出它的物理意义 在小应变的时候 就是大应变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算出这个 由这个算出这个 拿这个东西呢 因为它本来就跟这个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意思就告诉各位 而这个比较简单 告诉各位的意思是 如果是大应变 你用这样子所算出来的一万万 就不会等于一万 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可是如果是小应变的话 这个就大约等于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的物理意义 可以用在这个上面 那最后的结论就是告诉各位 如果 我们说 现在是在弹性变形范围 我们就可以简化 如果我告诉你 是在弹性变形范围 你就可以说 我的应变 张量就是这两个相加 后面的线性向 非线性向 通通可以消掉 而用这个 所算出来 一三不万万 我们会说它 大约等于一万 一三不万兔 我们会说它 大约等于二分之一的 干嘛一二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也就为什么 这个一我们叫做 Infinitesimal Srentensa 指的就是应变很小的时候 位移跟应变的关系 那这也就是大部分弹性力学 在弹性范围之内 我们用的应变跟位移的关系 而不是在 那个 树性 记得 树性的话 应变跟位移就不能有这样子的关系 就必须要把后面的像给加上去 又可以 K,A又可以K,J 那我们这么讲 就这个结果 大门适用于所谓的Massive 一直就是什么呢 这个物体的尺寸都差不多 不是属于一张脖子这一类 就是一般的物体 因为一般的物体才会 这两个都小 而且同样的order 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是 这两个都很小 但是呢 E又远比Omega小 E又比Omega要小 那这种case指的 就是我讲的 属于一个很薄的工作件 或者很细长的工作件 就会有这种情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讲的 一乘一非常的小 一乘一Omega也很小 可是Omega乘Omega不见得小 因此后面的这个像里面的 Omega乘Omega的term 不能随便消掉 因此最后 我Green Train跟这个的关系 中间还多了这一个 也就是讲的 如果你考虑的工作件 是一个很薄的物体 或是很细长的物体 你这边所算出来的 不会刚好等于Green Train 也就是说 我这边所算出来的E1.1.1 不会等于 我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但还要加上这一项 才会等于Om.1.1 所以当你们一考虑到 实际上一碰到很心肠 或很薄的工作件的时候 都要非常小心 都要非常小心 尽管它的应变很小 我来强调 因为Green Train的正因 因变跟简因变 有它的物理意义 所以我们这边是拿 小E这个Infinitesimal的 这个因变 来跟Epsilon来比 那这我们讲的 这个小E 也有很小 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是叫做 很微小位移的因变 或是叫做线性因变 会叫它叫线性因变 原因就是后面 Grading U乘上 Grading U Transports 那个非线性向我们消掉了 这是我们在弹性 因此你们要 在弹性力学里面 我们一般会讲化成这个 可是数性因变 UK,I,UK,J 一定要记得加上去 这个结束了 我们这个第五个section 就是跟各位介绍 小应变这个观念 主要是让各位了解 EI跟F型I的关系 以及我们一个I的物理意义 我们一个I可以告诉我们 单位体积的转动量 我们下一个I的物理意义 我们下一个I的物理意义